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就是两场节目 一个是《二拳音乐》和《喜开麦田千层浪》 这两个配合第一次上半场用的节目 那么《二拳音乐》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可以说也是比较经典的名曲 非常广泛流传的 我本人又是演奏《二拳音乐》 中国唱片总公司那个金唱片获得者 所以演奏这首乐曲可能更容易 对听众有一些好的印象 《喜开麦田千层浪》是我自己 《七十年代》创作的一首《二拳奇奏》的乐曲 那这个乐曲就是过去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我在中国广播民乐团工作的时候 经常到欧洲表演的时候用的一个保留节目 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想到这个题 是音乐总监郑超级先生 他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乐团 我相信可能也许他提的想法 是不是希望通过这个 跟你们的《二拳声部》 互相有一些沟通啊交流啊 因为排练当中那天你是不是也参加了很多细致的处理 因为我们是七十年代 一直到八十年代 经常在演出当中用的 所以在处理上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 可能通过排练 跟《二拳声部》这样 对大家也是有一个提高 是吧 所以可能他是这样考虑的 但是我想这个演出的效果 也是非常好的一首曲子 过去在西伯林的时候 那个报纸上都说 啊这个你们的二弧齐奏 这个整齐如一啊 非常的 大家非常的 像一个人一样 可以跟卡拉雅的乐团 比美啊 就是说 那个在西伯林卡拉雅的乐团 那世界最著名的乐团 你可以跟他的弦乐声部比美 就是这个整齐的成果 那当然我们那天练习也觉得 大家接受能力都很强 是吧 这个第一次练习 昨天 前天啊 刚刚到练了以后 就觉得 这次演出 还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后半场这个三摇呢 是我的一个作品 是我一个作品 也是我八十年代开始写 到一九九六年正式 才把它最后定稿 像现在这样的版本 但是在这个 我演出这个乐曲 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呢 基本上是用钢琴伴奏 经常是以一个二重奏的形式 我跟我儿子王慧 经常用二重奏的形式来表演 包括大家现在看到那个DVD 就是在中文艺术学院那个 建院七十周年那个庆典 庆典系列的音乐会当中 我们都是二重奏来演那个三摇 是钢琴伴奏 那这一次 考虑你们这个室内乐团 我也听到一些介绍 这个乐团 虽然人不多 是一个小型的乐团 二十几个人 但是水准都是很好的 很多团员也都是 男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 这个 相信这个合作会 比钢琴要丰富很多了 因为乐队的配器嘛 它声部上无论是管乐呀 这个弦乐 这个衬托呀 还有一些弹波乐器的 肢体的这个 对这个儿活的这个 旋律的这个丰富 会比钢琴一定值得有 完全不同的一个好的效果 其实也是一个首演 也没有演过的 没有用乐队的这个版本演过的 所以再加上我也考虑 它的乐队的伴奏的这个编制啊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 定义 乐团的这个小型的这个乐队 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 比如说太阳岁下 我去年四月份在香港中乐团合作 演出 那我足影姚红啊 这彭九文件写的这个 足影姚红 刘天华的这首名曲 这些也都是我经常演出的曲目 包括去台湾呢 台北四国乐团也去年 十一月份吧 也刚刚演过太阳岁下 我也考虑过 但是我比较之下 觉得三角更适合我们这个合作 因为要考虑到我们乐团的编制啊 人数 比如说太阳岁下 一出来有这个唆呐 高中低语的唆呐 这个气势啊 定音果啊 怎么样 这些气势太大了 就是可能要60人以上的乐队 这个不适合 如果我们把这个曲子搬过来 跟大家合作 肯定也会很难奏出 60人到80人的效果 是吧 像香港中乐团那么80个人 这不可能 要适合我们乐团的编制 三窑比较轻松一些 很轻松愉快的一个 一个情绪的乐曲 另外也是表现 闪南山区 这样一种新的气象 一种 怎么讲 人们的劳动啊 非常欢乐的一种景象 这样的一种东西 其中有一些劳动的场面 有一些耗子啊 像它影子一出来 后来也是有一种非常开阔的这种 陕南是个山区啊 就是陕西的南部 这样的一个 60年代我们都去过 包括我太太她一直在陕南 搞这个有十个多月的 搞私情运动啊 这样陕南那个山区的那种 一开始非常开阔的那样一个东西 人们那种愉快的劳动啊 歌唱啊 也有些很 漫漫是很细腻的内心的一种描写 后面 那漫漫之后又有那个 耗子那种 非常开阔的东西 乐曲的情绪还是蛮好的 一直到结尾 非常热烈的那样一个结尾 那首曲也比较长一些 大概我估计演出的时候也要十一分多 那个CD好像是十分多一点 但是以前录过CD的 没有机会用这个乐队合作 就是这样 这个构思想法 就是说使用这三十个乐曲的想法就是这样 就是要适合我们乐团合作 那二全音乐就更适合了 二全音乐我们以前到澳洲去 在广播的时候 有的时候受那个乐队的限制 只有十几个人 这几种乐曲都齐全的时候 也是可以演奏它们好 如果我们就ao看 这个表演唱会 就把节奏感到 这道菜 对